大概在五代三有五百种药 大致说 这个药都有神在注册 好多那个名贵的药材 现在都饮了 现在都少了 我所知道的啊 现在接骨丹 叫脆色 你说他 由这个主要神 你可联想到 焚性碎的骨折 如果把那个 别的药你没有 就把这个 这个脆色 把它磨成磨成面子 把你那个碎的骨头 把它护上 一个听见你的骨头长 叉叉叉叉叉 自己就聚合到一起了 要不得两天呢 完全复原 但是你怎么得到这脆散呢 是个脆色 脆色是在树上 爬到那树枝上 在树上它是植物 跟树一样的 它一条 为什么叫脆色 如果是 这个时候不能做药 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树上 都把它打到地下来 那要是两个人 采这个药的两个人 一个把它在树上 把它扑了到地下来 那地底下这个人呢 他一到地下就碎了 就用这么一个条 到底它是粉碎性 一碎了 一摔一碎 他自己问我就是臭 很快就臭到一起 臭到一块就跑了 你绝对逮不到 怎么逮它呢 你想全部得到 不行的 得到这种东西啊 它一掉一碎 你抓起一块就行了 它臭不到一起了 它臭完了 它动不了了 是植物 这是植物 你等它一透顿起来 它跑了 很快 那它又是动物 大家都知道虫草吗 虫草它是 夏季时候它就变草 冬天它就变虫子 这个在西藏 在雪山里都旧啊 必须大雪 大雪来往那雪抛开 它是虫子 那又挖起来 它一堆一堆的 挖起来 那夏天它是草 这种 这种事 所有就不可思议 这你没法理不可理解 这整个事 你也不知道 那真的人生 人生 这都知道常白山 常白山以前 一个老修想 在那修想 他带个徒弟 带个徒弟 徒弟很小 大概不足十岁吧 六七岁这样 那他师父 在里头看 他徒弟 经常跟一个小孩玩 好 他师父就注意了 这小孩不是人 不是 他师父就给他一个针 针 往来 先生穿着很长的那个细线 线 线是红的 但是线很长很长的 跟他徒弟说 说你再跟那小孩玩 你给他别到他的衣服上 那小孩是不跟他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 你要害我 有一两天不跟他玩了 那徒弟那小孩呢 忍不住了 他又来跟他玩了 玩了就拿着针 就给他别上 别上玩了 他师父两个 就顺着这个绳子 那个线就找了 所以找到那个身呢 人身呢 找到他了 找到他就挖挖挖 挖出来 挖出来是小孩 跟人一样的 逊白逊白的 但是是个身 身变成人形了 得把了 以前我小时候听说 长白山上头 有个云棕色 空中一道是那个 特别静的时候 大概是圣诞节的 之日了 这个寺院就显现了 空中寺 这空中寺就这么来的 怎么来的呢 别来 师父两个就把这个 身挖回去了 挖回去了 就把他烧一大锅水啊 就把这个整个的身保 这叫身保了 一到那个 身也入室 鹿绒也入室 色香也入室 一到成都一凉了 就叫饱了 就不是一般的了 完了就把那个大锅盖上 就把这个小孩啊 就给蒸了 他师父就没他的小徒弟福不大 蒸好了 要吃的时候 别人找他来了 找到师父了 有事 那师父又不能不去 找到孤岛 嘱咐这小孩 说你可不能动哦 叫他不动 不要打开锅 他就走了 那徒弟就在这煮烧火煮 说那徒弟就受这个 哎呀 这么香哦 好诱惑哦 就把锅盖一揭开啊 就是小孩 先吃个小手 后来吃个胳膊 后来吃 他把他全吃了 吃了 他就跑了 怎么跑了 吃了他就飞升了 神话故事啊 讲故事吗 这是药 咱们俩煮药 神的药 他说师父回来来看 徒弟也没有了吗 神宝也没有了 他也并没难过 拿起碗来就喝那个 煮那个深水 煮完了 喝那肚子就 带一锅水 那肚子喝得下吗 我说拿这个瓢就围着寺院 拿寺院 连寺院带这个和尚 都升空 有这么个故事 说这个寺院啊 带你青天上看 现在没有了 这叫神话故事 这说药草 类似这种药草 大家知道神能采药吗 尝这个百草 百草都是药 这是远处的 尽处跟五代三的三七 三七 特别中台顶的三七 那你入药里头 必须有三七这种药 加上这种药 效果非常大 在五代三 这温宿菩萨特别的灵啊 所以药它的灵就不显现了 没听说哪个灵 只有这黄花 都是药产 一到这五六月份 大家看到五代三吧 满地黄花 金山呢 五代三黄金 这个花是黄的 都是金的 遍地黄花福 讲的主要是讲这个故事 类似这类故事啊 非常之多 但你得看那个药 药里头 药很多的药物 它含着一种灵性的 像这些人身 七千为身 八千就为宝了 到一两以上的人身呢 野生的啊 你见不到了 它究竟有什么效果呢 治病 不一定好 只能脾气 还有君臣着实啊 中医讲 有君臣着实 一味药不行的 说回来了还得修福 有福的人呢 到那有病 你才得到名贵的药材 这些名贵药材 不是一般的 害病的人得到吗 你先买一个三身 你能买得起吗 我小时候 在沈阳 现在的沈阳 到药店看 它那玻璃瓶装着 那时候就这么大一点 这个小三身 还没有成人形的 得一两以上了 要一万个大洋 哪个家里的家庭 趁一万个大洋啊 你买一个小 一个小院子 一个小院子 几百个钱嘛 几百个大洋嘛 这一颗药 就一万个大洋 那不是普通人吃的 所以药必须得有福 你的福德有了 三神会给你送 三神呢 就那地神啊什么的 他们都是通的 他都知道的 你没的福报了 没的支付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 要子能治病 治不了你的命啊 你命没有 你命中不但没用处 咱们说那个大资本家 那个帝王将相 又有钱又有事 他该长寿吧 你看哪个帝王长寿啊 我们有好多道友 一听着密宗神了 要学密宗 密的不得了 你看看现实如何 第五辈达赖赖喇嘛 就在这儿 在这儿修成的 这叫观音洞吗 观音洞的对面 那个山坡上 他在那儿 做 不是在观音洞 这一面 观音洞那边 三坡 有个山道里头 他在那儿修 修道 成就的 完了他修这个观音室 对面的观音室 观音洞吗 大家上去过吗 观音洞 以前 三几年 我来看观音洞 我八几年 来看观音洞 我带着中国佛学学生 看见观音洞 观音洞呢 有人看见是佛像 有人看见是观音像 有人看见 全是佛像 文物像 有的什么都没看到 本来是一池水吗 这也是神了 咱们现在都讲神 神的意思 就是妙 他跟你的福报 跟你的智慧 是相通的 你有智慧就神了 他呢 他很神 说那人很神 两种 一种是他福的 还有神经病 也很神 你要到了神